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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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叫李文良 我在BOX School读一年的GCSE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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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压力不是很大 但是你也需要认真学习 因为都是用英文讲的课 所以会对你的学习有点困难 因为在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下 学生会更快地进入学生状态 然后学更多的知识 老师也会帮他们挑了一些 就是自己不明白的东西 我挺喜欢生活在Box Hill School的 因为我在这里过得很快乐 老师和同学们在学习上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而且每周都会有活动课上 比如说你可以选自己的活动 像体育运动或者是美术音乐之类的东西 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两年了 我父母曾经问过我要不要选择换一个学校 我跟他们讲说 我挺喜欢这个学校的 不想去别的地方 因为有一次我去别的学校参观 然后在那里我觉得特别不舒服 因为没有什么地方能让我感到一丝亲切感 我在Box Hill School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些东西会让我受益终生 而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如何与别人相处 因为以前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 不知道怎么与别人交谈 所以朋友很少 当我第一次 当我刚来这个学校的时候 我英文很差 所以不敢跟别人讲话 但是好多人都过来问我叫什么名字 然后他们再进行自我介绍 让我觉得挺温暖的 所以我觉得 而且也好多中国人也在这个学校 我们在一起都玩得很开心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我觉得在Box Hill School的学习生活能够帮助我更好的去 为我人生的下一步做打算 因为我想在英国上大学 并且学商业之类的知识 所以在这个学校里 我也选了商业的门课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非常愿意向中国的学生们推荐这个学校 因为这个学校是一个特别舒适的地方 你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的知识 你在中国有的时候你都学不到 然后你也不至于在这个学校觉得无聊 因为这里有很多活动去做 比如说体育运动之类的 还有美术 音乐 如果你有那方面特长想要那么发展的话 很多老师都会帮助你 你还可以遇见好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 像什么俄罗斯的 德国的 日本的都有 你可以跟他们学习他们的语言 来增加自己的知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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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